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要求立即由一名獨立的特別檢察官對希拉里克林頓和比爾克林頓的基金會進行調查 他說聯邦調查局從事這項工作不可信 在星期一川普在俄亥俄州阿克倫的競選演講當中集中在他所稱的希拉里克林頓的犯罪行為上 他說對希拉里克林頓犯罪的所謂範圍之港感到震驚 希拉里克林頓的共和黨對手指稱巨額捐款人曾經利用該基金會 和當時擔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或者他的高層助理將來過特別接觸 克林頓對有關指控一向否認 一批新的披露電郵顯示雖然他的部分助理被請求提供幫助 但並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已經做了有關的事或者克林頓本人參與當中 比爾克林頓上個星期宣布如果他的太太當選成為美國總統 基金會將會改變運作方式將會停止接受外國和企業捐款 比爾克林頓本人也將會從董事會當中辭職 但這些都不能令川普滿意 在星期一他要求關閉這個基金會 並且說他是美國政治歷史上最腐敗的機構 川普指責克林頓夫婦關心更多的是捐款人 以及他們自己的銀行帳戶 而不是美國人物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